现实世界太纷杂 不如让我们换个世界看看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宋 跟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移魂都市 今天要看的世界 永远停留在午夜 示意者在灯光下醒来 却发现自己置身命案 而每到凌晨 整座城市都会陷入停滞 当命运的时钟敲响 便是揭晓答案的时刻 故事发端于星空下的城市 黑夜中高楼耸立 车辆穿流不细 神色慌张的医生检查完时间 随后便微笑着继续前进 医生才离开 他昨天的最后一位病人 便在摇曳的灯光下惊醒 他不明白自己为何会在浴缸里 也不清楚额头上的血迹从何而来 恍惚的病人走出房门 独一间打破浴缸 忽忍杀身的他将鱼儿安顿好 没有注意到脚边的破碎针管 病人逐渐发现 自己失去了所有记忆 他将陌生衣服穿上 并拿好自己的行李 画册里的贝壳海滩 或许是他原本要去的地方 童年的记忆缓缓浮现 病人也接到了神秘电话 医生明白病人的困惑 如果想走出失忆 就必须躲避某些人 一旦被抓到 那就都完了 医生的解释太模糊 但男人只能照办 正当起准备离开房间时 却发现自己卷入了一起命案 不知为何 他确信自己并非凶手 来不及多想 男人连忙逃出房间 只剩下三位古怪的黑衣人 缓缓上前 眼下正值午夜零点 大家似乎都很困 男人不敢相信 眼前发生的一切 只好寻求招待帮助 对方一开口 旁人便纷纷醒来 仿佛无事发生 秒针继续移动 男人总算得知 自己的姓氏叫莫多 原来他已经 留宿旅店三周了 可身无分文的莫多 根本不记得自己来过 莫多走出大门 绝望地丢弃行李 招待也不客气 上楼收回客房 可他刚一进门 便被按在墙上 凶神恶煞的黑衣人 只关心莫多的下落 问出情报后 招待便失去了利用价值 在聚光灯下演唱的艾玛 还不知丈夫被人追杀 她和莫多三周没见面 破碎的家庭 令她黯然身伤 不仅如此 一位神秘的医生 在午夜找到了她 艾玛来到一间心理诊所 终于找到了 把弄小白鼠的丹尼医生 丈夫从未提及 自己在就医 不过考虑到 他们情感破裂 这也不止的奇怪 医生直言 约翰莫多已经精神崩溃 他丧失记忆 正在寻找自己 艾玛必须保证 一旦丈夫回来 医生要比他人 抢先一步 率先接触约翰 医生说得不错 游荡大街的失忆者 确实在寻找自己的身份 如果不是路人尴尬的眼神 约翰或许还会逗留片刻 不过这一切都无伤大雅 因为严谨细致的巴姆警长 即将着手调查旅馆凶杀案 母亲刚刚离世 警长很是惆怅 或许时间就是如此残酷 新招待对身无分文的访客 记忆犹新 警长决定从这名访客入手 其实调查这起命案的 本该是他的同事瓦伦 不知为何 瓦伦放弃了这项工作 案发现场留下的图案 太过诡异 凝视自己螺旋指纹的约翰 同样疲惫不堪 他没有理会映照女郎的挽留 静止来到事务招领处 说来也奇怪 这里的确有他遗落的钱包 警察的到来令其紧张 打不开柜门的约翰十分焦急 竟然用意念破除阻碍 而正当他准备离开时 开查嫌犯的警察却跑来找麻烦 如果不是女郎及时出现 配合演出 约翰很难脱身 警长尚不清楚嫌犯的奇遇 但他对凶手留下的图案很感兴趣 这是最近遇害的第六名映照女郎 警长不敢相信 凶手一边残害同类 却又联系小小的金鱼 他逐渐意识到 同时瓦伦之所以退出调查 变成眼前这幅疯癫的模样 恐怕另有其因 这关瓦伦办公室的警长 一眼辨认出了墙上的图案 永无止境的漩涡 正贴合现场留下的指纹 警长意识到事态严重 索性艾玛已经前来报案 约翰的身份水落石出 艾玛称 丈夫是因为自己出轨恶气 才失踪了整整三周 他万万没想到 约翰竟会背下六条人命 可招待约翰的女郎 压根不觉得对方是个逃犯 约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 连忙找出钱包 陌生女人的照片令她困惑 索性这里有她的名字 约翰无心久留 一旁的小女孩令她心酸 男人的不辞而别 给女郎留下无尽困惑 约翰逐渐明白自己的身世 贝壳海滩必定是意义非凡的地方 他走上高台寻找记忆 连环凶杀案的报道 令他感到委屈 可仇家已经找上门了 他们不是警察 而是一个神秘团伙 黑衣人十分惊讶 约翰不会被催眠 不仅如此 他还能用意念改变周边环境 弄巧成拙的黑衣人 当即意识到 约翰具备规则能力 他们逐个被异能者击败 约翰看着敌人头上的触角 确信黑衣人并非人类 此地不宜久留 而在地表下 紧直召开的黑衣人大会 也认定约翰极其危险 他不仅能调节周边环境 还可以抗拒催眠 医生定位报告这一案例 必须对约翰展开围剿 相比之下 警长对约翰的调查十分缓和 金屋的爱玛正在苦恼 却发现丈夫已经回家 约翰逐渐意识到问题所在 他口袋里的钥匙能够打开房门 可自己根本不认识爱玛 更没有因为妻子的婚外情生气 但愿神秘的医生 真的能够帮助他 因为约翰已经做过实验 自己并不仇视映照女郎 他不是杀人犯 可还没等医生上门 警长便察觉到了异样 约翰明白 解释只是徒劳 在爱玛的协助下 他沿着楼梯一路下行 走入死胡同的他 干脆为自己开出暗门 副空的警长怎么也想不通 自己怎会跟丢目标 所幸他并非一无所获 医生必定知道内幕 约翰的真相调查 显然比警长更加深入 曾在贝壳海滩度蜜月的 计程车司机 竟然说不出海滩的具体位置 警长虽然一头雾水 但也算见到了关键证人 暗中观察的约翰 在警长走后追上医生 遇水雾弥漫 可一向怕水的黑衣人 还是前来质问 医生只好承认 自己昨晚给莫多植入记忆时 被对方打翻了针管 黑衣人确定 莫多的确不简单 引走时他便出扶梯 躲在暗处的约翰 将一切看在眼里 警长当然没能问出这些情报 他前来探视瓦伦一家 却发现同事依旧在钻研漩涡 瓦伦似乎认定 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大家都在原地打转 像圆圈里的小白鼠 或许医生能明白瓦伦在说什么 约翰看着变出房门的怪人 逐渐明白了规则能力的含义 规则不仅涵盖对现实物质的影响 更包含对市民意识的把控 市民的各种相册 档案 文书 都是构建记忆的载体 黑衣人将配套记忆样本交给医生 很快便匹配出了截然不同的性格 可就算卖力工作 首领也不再相信医生了 莫多不可能抗拒记忆植物 医生一定骗了他们 不过进化并非坏事 莫多如果真能找回自我 黑衣人也能从他的身上 找到可以利用的东西 首领不再计较 因为眼下有更重要的事 他召集所有部众 下令城市关机 巨大的面具缓缓揭开 一座大钟露出阵容 原本繁忙拥挤的都市 所有人都专注于手头的事情 就在零点钟声敲响之后 却瞬间停滞下来 所有交通工具 所有路人 都像断电的家电一般 与静止的时间一起 在黑夜中默默睡去 所有人都被黑衣人操控 唯有惊恐的约翰 窥见了真相的一角 自己被追杀是有原因的 这个世界不正常 操控一切的黑衣人 正准备在城市停机之时 利用缓缓升起的螺旋装置 改造地表建筑 重置人类生活环境 约翰看着不断处理市民的黑衣人 大脑越来越清醒 这便是午夜暗寒的秘密 城市里的一切 都是被编排预演的 连一家人的名字 都是医生选取的 房屋内的装潢 可以在瞬间焕然一新 一个人的记忆 可以在注射后瞬间重置 贫困者可以变成富豪 医生就像一位魔术师 精心操弄着一切 可走出宫殿的他 没有想到约翰的来临 医生并不奇怪 约翰为何没休眠 但他们不该在开阔地交谈 可约翰实在太过恼怒 他的意念攻击也十分强大 医生大喜过望 约翰的确是那个异能者 改变建筑物 用意念影响周边 这便是规则能力 这原本是属于黑衣人的 但约翰的出现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医生决定和对方联手 一起捣毁黑衣人阴谋 可花音未落 一道大门便突然出现 当医生捡起眼镜时 黑衣人已经夺回主场 当时间恢复运作时 城市再度回归正常 人们渐渐苏醒 像无视发生般继续生活 丝毫没有任何改变的讶异 只有露出马脚的医生 被黑衣人重点关照 可一道坚固的围栏 一旦出现裂缝 拓展就会越来越多 警长看着杯中的咖啡 心中疑惑不止 他找到了助唱的爱马 决定继续调查约翰 调研实验环境的黑衣人 更察觉到 约翰的出现 让他们失去了 对部分街道的控制力 那里的现实物质 无法被改变 约翰也能促使身边人 恢复自主意识 好在医生并不是 没有其他办法 为了赢得黑衣人信任 他提出溯源之法 韩德先生自告奋游 决定接受约翰 先前的记忆样本 判断实验出现的错误 并找出约翰 可能会去的藏身之所 无数人生碎片涌上心头 韩德信心满满 决定找出异能者 可约翰其实已经失忆 他也在通过老物件 找寻自己的身份设定 通过明信片上的署名 约翰确定自己 还有一位失散亲人 看来贝壳海滩 的确承载了一段往事 约翰前往报刊庭询问方向 却发现先前的旅店招待 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人 他连忙去赶地铁 可悬浮空中的黑衣人 已经开始顺藤摸瓜 好心的女郎 成为了第一个受害者 莫多已经无法确定 自己是活在梦境 还是身处现实了 根据导航图 地铁是能够去往海滩的 可不论他选择哪条线路 都只能被破换成 就是到不了海边 正当约翰疑惑时 一阵清醒的声音突然传来 看来这位名叫瓦伦的男人 早就发现地铁一直在绕圈 没人能离开城市 瓦伦当然认识约翰了 其实他早就发现了真相 他明白自己不是真正的警察 或者说 只有在某段记忆中 他才算警察 或许明天神秘人分配新记忆 他又会变成小偷 瓦伦与约翰一样 是个爱熬夜的人 某天凌晨 他亲眼见证了城市的暂停 清醒者是不被接受的 索性瓦伦已经找到了解脱办法 他直直跳下月台 消失在了列车呼啸声中 瓦伦的告诫绝非虚言 黑衣人已经找到爱马家中 还能摸索照片 努力寻找记忆 爱马一定会思念丈夫 回到二人相遇之地 湖边波光淋漓 韩德对自己的发现并不惊讶 爱马还以为 眼前只是一位过路客 韩德成功勾起了爱马的回忆 但很可惜 他没能问出目标下落 可夫妻俩的确是心有灵犀的 他们虽然是任意游荡 但还是寻找起了可疑信息 爱马坚信丈夫不是杀人犯 他顺着约翰提过的地点 无意发现了第七位受害女郎 一路尾随的警长 虽然没能发现约翰 但也有所收获 约翰则去了另一个方向 他穿过氛围诡异的水族罐 找到了神情戒备的卡尔叔叔 卡尔一眼便认出了小约翰 仿佛他真的看着外甥长大 可约翰明白 自己是第一次见到卡尔 不服气的长辈干脆调出幻灯片 里面有许多一家人的回忆 据说约翰自小在海边长大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 让孩子失去了父母 搬进城市 但卡尔叔叔根本说不出海滩的方位 也讲不清那场大火的细节 不仅如此 约翰因大火留下的疤痕 如今也消失得一干二净 事实胜于雄变 瓦伦说的一点没错 与此同时 警长也在调查自己的新案子 又是约翰来过的地方 又是一位女郎被害 他感到事态严重 连忙呼叫支援 可爱马发现的小女孩 洗清了约翰的嫌疑 警长百感焦急 发现了残酷的事实 既然约翰不是凶手 那爱马一定面临威胁 警长也逐渐开始疑惑 自己一直在为母亲离世难过 也珍藏着至亲的礼物 可不知为何 他根本记不清这把琴的来历 人不该忘记如此重要的事 就像爱马不该忘记 丈夫是如何走失 可惜约翰无法亲临现场 为两人做出解答 他其实已经发现 长整过去24小时了 太阳也未再度升起 童年的回忆和珍藏 都不过是预设百见 关于大海的画册里 其实一片空白 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人 都不过是黑衣人的奴隶 好在卡尔虽然神志不清 但还知道爱马的电话 警长文讯迅速出动 可韩德也紧随其后 约翰明白 能来找他的只有一方 一旦凌晨终声敲响 城市就将停摆 众人纷纷睡去 只有约翰和黑衣人 斗智斗勇 只可惜约翰的规则能力 比起任意延展楼梯的敌人 还是要逊色几分 他好不容易来到天台 却发现城市正在经历剧烈变化 黑衣人正在调整实验场地 约翰顾不良那么多了 他跳过几幅不丁的高楼 最终还是和韩德针锋相对 但杀手万万没想到 约翰能够调整自己的力量 韩德只能用环境威胁 打消约翰的斗志 这座午夜之城 是由不同人物的记忆 不同年代的建筑 不同的历史风貌组成的 它每一页都在发生变化 只为了研究人类的大脑变化 韩德非常明白 约翰一直在寻找记忆里的大海 可这种向往并不存在 因为约翰和其他人 都只是黑衣人的小白鼠 城市的变化仍在继续 沿东大楼飞速靠近 走投无路的约翰 只好打破窗户 反倒是依附被缠的韩德 缺乏足够规则能力 不幸被大楼夹住 约翰明白 逃亡尚未结束 杀手步步紧逼 他推开一处大门 却险些跌落悬崖 嗜血的黑衣人极不可耐 连忙品尝佳肴 约翰走投无路 连忙抓住一旁上升的烟囱 约翰的坚持很有意义 当秒针继续运转 城市也逐渐复苏 杀手们失去了 唾手可得的机会 警长的支援已经赶到 约翰和妻子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暂时甩开了追兵 警长虽然明白 连环杀人案有蹊跷 但约翰的解释也太过玄幻 所有人都知道贝壳海滩 但约翰这一问 警长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去过 不仅如此 阳光和白昼 似乎已是很久以前的事 大家不记得早餐吃了什么 却在记忆里沐浴阳光 感受海风 约翰直接了当 这里根本就没有太阳 如果警长还在经历心理斗争 那约翰就只能使出绝招了 用意念操控物体 足以打破任何科学道理 不安等待的艾玛 总算和丈夫见面 可约翰明白 他们只认识两天 但艾玛听完来龙去脉后 依旧坚持自己对丈夫的感情 约翰看着爱人的泪水 终于明白虚假和现实的区别 他破开玻璃 回应了真挚的妻子 警长再也忘不了贝壳海滩了 但他不会像瓦伦那般选择逃避 不论真假 他都要外出一趟 或许是去禀告局长 不知警长是否晚了一步 因为黑衣人直接闯入了警局 所有人都瞬间被催眠 警长没有等来破案功臣 却等来了一伙不速之客 可黑衣人没有想到 警长的心思比他们更巧妙 约翰已经被释放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医生 丹尼医生苦苦等待 总算盼了这一天 黑衣人其实都是非人类 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巨大的牢笼 市民就像小白鼠 但医生没有长篇大论的时间了 他威逼约翰听命于自己 并希望对方接受一剂药品 可约翰并非独自前来 他只是收下针管 答应医生自己会好好考虑 为了印证最后的真相 大家决定去一次海边 等一场日出 可不知为何 医生很畏惧这个决定 警长驱车来到河边 随即便找来船只 可惜他们没能烧上爱马 反倒是黑衣人留了后手 小船顺着河流的方向 缓缓驶去 医生也不断讲解 黑衣人秘密实验的原理 他们是在用记忆的影响力 判断自我认知 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以探究灵魂的存在 黑衣人是一种艺人族 出于未知原因 他们丢失了人性 必须通过实验 来找回自己 约翰经历的 便是植入杀手记忆设定后 是否会继续行凶 事情的转机 发生在那一晚的记忆注射 约翰抗拒了实验 并产生了规则能力 可医生也无法解释 其他事情了 医人族只保留了他的医术 叶之城出现前的记忆 他也永远失去了 但医生能够确定 现有的记忆 都是拼凑加工的 没有大海和童年 他甚至无法解释 人类本来属于什么地方 谈话间 小船到达了堤坝尽头 远处的蓝天依稀可见 可那不过是一个谎言 童年并不存在 可约翰并不甘心 虚假的背后一定有真实 他和警长联手敲击 果然发现了 深不见底的太空 两人险些失去重心 可医人族 是不会让他们逃避惩罚的 警长的手枪派不上用场 但他也不愿继续当奴隶 为了保护大家 他和敌人同归于尽 飘向深空的警长 终于感受到了自由 星空浩瀚光辉 叶之城不过是艘巨大的宇宙飞船 向无数组建围合而成的飞盘 约翰彻底被敌人激怒 可对方挟持艾玛作为人质 他也进退了难 尽管市民的记忆 都是后天植入的 约翰和艾玛名为夫妻 却并未相识几日 但两人都明白 他们内心的情感是真实的 约翰不希望艾玛受伤害 这便是他的选择 沉睡的约翰 被带入了空间站最深处 他在陀螺仪上醒来 接受艺人组审视 螺旋状的指纹表明 约翰真的进化了 大家群起而呼 大听宛如地狱 可首领明白 约翰还有更大的用处 他突破记忆设定的局限 进化出了真挚的感情 这正是高贵的灵魂 首领当即下令 让医生提取约翰意识 分发给大家 时钟可以永远停摆了 没有再做实验的必要 可首领万万没有想到 医生也进化出了感情 他从约翰口袋中摸出另一只药剂 那不光是属于约翰的记忆 还有医生加入的课程 如此一来 约翰瞬间便掌握了 艺人族的所有知识 医生忘了自己是谁 可对艺人族的科技了若指掌 醒来后的约翰 终于找回了自己 海边的童年 老宅的大伙 卡尔叔叔 以及医生的教诲 空间站的秘密 被一一揭晓 增强精神力量的弟弟机器 已经活在了约翰的脑中 当艺人族发现医生 所做手脚时 一切都已太迟 因为约翰已经彻底 做回了自己 也知晓了所有 关于世界的真相 他的规则能力空前强大 解救医生轻而易举 就算首领要来发难 约翰也会迅速 总结挫折经验 杀个回马枪 艺人族被杀得大败 彻底乱作一团 只有首领赋予顽抗 基地内瞬间山崩地裂 约翰的身边冒出无数利刃 这是强大的规则造物能力 可这种把戏 已经难不倒约翰了 他释放出了自己的全部功力 电光四箭 不断杀伤周边敌人 大爆炸就在瞬间发生 不断有人失去重力 约翰和其他敌人逐渐失重 他们穿过废墟 一起飞向太空 首领丢出的匕首 只是垂死挣扎 约翰大吼一声 将利刃还给对方 易人族彻底落败 战斗带来的破坏太过剧烈 以至于约翰停手后 还在不断生成废墟 好在首领已经失去规则能力 约翰即将找到精神放大器 用自己的力量重建世界 就算爱马已经失去了前世记忆 那也没有关系 约翰回头对时钟发工 基地内部的放大器迅速运转起来 城市边缘开始冒出水流 巨烂和波涛逐渐形成 叶之城终于被大海包裹 可这样还不够 约翰恢复时间运转 并在沿途治理废墟 城市恢复了往日喧嚷 市民们也固定了自己的身份 约翰朝着海岸走去 准备实现自己的梦想 或许这便是命运吧 他在小巷遇见了 命不久矣的韩德 韩德接受了约翰的记忆 却依旧不理解人性 但在约翰看来 依人族用错了配方 约翰的能力前所未有 他专心致志 造出太阳 叶之城终于等来了日出 当他推开大门 只见海天一色 爱马就在远方等他 他们变回了陌生人 也不认识对方 可两人都想去贝壳沙滩看看 如果有时间 就一起去吧 全篇完 移魂都市的故事仍在继续 跟阿搜一起换到 其中的世界看看吧 不见天日的叶之城 终于在造物规则加持下 拥有了大海和日出 这座城市不会再有实验了 人们可以带着最后一份回忆 保持自我 生活下去 阿搜相信 约翰会不断拓展城市范围 创造一个更加完整的世界 相比之下 艺人族的来历也引人深思 阿搜斗胆猜测 艺人族其实就是许多年后的人类 他们高度进化 掌握了先进科技 却失去了地球家园和人性 只好培育出古典人类 通过控制变量的方式 研究人类原本拥有的情感和品质 艺人族的实验至少说明了一件事 那就是回忆和自我认知的重要性 只要心中坚定 就算不曾发生 人类也能为之向往和努力 市民们的情感是否真实纯粹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了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准备 准备 和大家联想 感谢观看